五名懷疑非法入境的男子 偷偷登案進入外面 但就碰上巡邏警員 其中兩個人被刑徵人員當場拘捕 另外三個人就闖入了青年女社 三名偷盜的人士闖入了黑沙青年女社 協辭在休息區三十年的青少年 而施警危機談判組奉召到場展開談判救援工作 一邊安撫被協辭的青少年 一邊遊說對方釋放名字 快點救援 人家衝進來 幹什麼 大家看我出來 我不想坐牢 我說了 我不想坐牢 我不想坐牢 聽到嗎 談判人員通過對話了解到 他們非法入境是為了找工作 所以就制定了一些具針對性的談判策略 經過幾小時的遊說勸道之後 三個人終於被勸服投降 而所有人質也都安全獲釋 為了強化危機談判技巧和應急思維 施警於15號舉行危機談判演習 出動多個部門之餘 特別還邀請了香港退休資深談判導師鄭師兄臨場指導 《作者電視》 《作者電視》